很短 严重地影响到老人的生理功能 最后导致死亡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 老年人的话 他身上是患有肿疗 但是他表现的话 不是那么很严重 很多都是在体检才发现 据现在有研究 特别像国外 国外的尸检率比较高 一些老人去世了以后 对他进行尸体的解剖 结果发现 有很大的比例 他们都有前列腺恶性肿疗 但是他平时没有什么症状 他去世的 也不是因为前列腺癌去世的 像不能笼统地说 肿疗就是老年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 在某一些特殊的肿疗 特殊的人群 甚至说不算个什么 我又想问一下 有些老年人 我家里也有一个 是随时不记得 但是他答应了别人 他可以完全没有回事 有时很记得的 他如果遇到他打麻将 他就一天 两秒钟都不会迟的 他可能是有些 选择性生意 他需要记的那些就非常好记性 如果不需要记的那些 他是完全没有了一回事 这些算不算正常呢 是否想问 我觉得是不正常 这个就是老年人的记忆的一个障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这属于老年人衰老在记忆方面的一个特点 他就是近记忆里容易忘记 远记忆里还比较好 近记忆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 你刚刚跟他讲的 他又忘记了 还有一种情况 远记忆里就是说 什么情况呢 他老记得他小的时候的事情 救死的历历在目 所以说有时候老人脑讲 我们小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我以前怎么怎么样 特别是他年轻时候 微水时 当然老人的记忆里还有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说他记忆不行 但是老人的话 他有时候他条例化在记忆里 他还是不错的 你如果给他一定的提示 还有有些就是说 你跟他写上一条一条的话 在这样子的话 他这个记忆里还是可以的 其实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老年人的那种记忆的衰退 比较普遍 但是我知道如果老年痴呆症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症状 也都是说不记得近期的东西 就记得旧阵时的东西 其实会不会说 如果老年人他的记忆力 这种选择性生意严重的话 是不是也预示着 他比较容易会老年痴呆 有没有关联呢 老年痴呆的话 他的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最开始的 就是记忆里开始减退 比较明显 当然对你的话 我们就要分清楚 老年痴呆 它是一个老年人特有的疾病 但是它发生得比较早 同样是老人 你90岁才记忆力很差 但是跟他同龄的人的记忆力好 有些老人 他在60来岁 他记忆力就迅速地减退 那这就是考虑的 很有可能就是老年痴呆 刚才其实讲了这么多 都想请黄教授和我们总结一下 老年人患病的特点是什么呢 老年人的话 一个是犯病率高 第二个就是症状不典型 有的人甚至没有症状 第三个就是多种疾病共存 到医院区检查 一发现这个老年人的话 他心血管有问题 像有的消化刀也有问题 像男的还有泌尿都有问题 女性的话 有时候一检查 子宫啊腹腱也有问题 再就是容易产生并发症 你像有感冒 普通人感冒 休息几天就没有事了 那一些老人 特别是超高龄老人的话 他一感冒 往往的话 就迅速活病肺炎 甚至最后 还发生新功能 肺功能 都出现衰急 就是老年人呢 还有呢 容易呢 病发呢 多气管衰急 再一个呢 就是呢 老年人的话呢 他由于呢 多种系统呢 有疾病 同时犯多种病呢 就服多种药物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药喝吃多了 这个药与药之间呢 可能又产生一些副作用 这也是老年人容易 出现的一个情况 再就是呢 有些检查 像老年人 他年纪大了 他身体状况不是太好 经常有人说 哎呀 太大了 经不起折腾 有些我们的医 在治疗上 在医生 这些操作上 那对年轻人呢 就不存在一个问题 老年人耐受不了 他也可以产生一些问题 再就是老年人的话 死亡率比较高 就好比前面讲的 年轻人休息几天 感冒没事 老年人 特别是假如一个 一百多岁的老人 他往往的话呢 一个感冒呢 就要他的命 最后一个呢 就是老年人的话呢 他容易呢 出现那个痣残 痣残是什么意思呢 你像我们摔一跤 年轻人比摔一跤 爬起来一拍拍屁股 没事 那老人的话呢 他由于呢 他那个骨质疏松等等 他摔一跤 轻轻地摔一跤 有的时候 怎么摔一跤 就在洗手间 去洗个脸 一杯小心 稍微花一下 结果呢 骨骨头骨折了 再就还有 有些人的话呢 由于呢 年纪大了 他承受不起 他无缘无故 甚至没有什么原因 就发生腰痛 腰痛一查呢 压缩性骨折 这都是老年人的 治病的一些特点 老年病 就是老人身体各方面 机能下降 引起的生理 和心理方面的障碍 和疾病 其特点是患病率高 多种疾病病存 并容易发生病发症 老年病是怎么来的呢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题 以下哪些 是老年病基特点呢 A 虚忠 B 多与多谈 C 阴阳异选后 D 酸碱平衡失调 这个选项的话呢 前面三个选项的话呢 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 后面这个选项呢 应该是从现代医学来说的 在这里的话呢 我比较强调呢 就是前面三个选项 因为这个三个选项呢 都是中医的一个角度 一个的话呢 就是虚忠假实 老年人 大家都知道 老年人虚 但是老年人呢 虚的话呢 它不是神虚 那就接着呢 就是第二个 就是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呢 从中医来说呢 多疑 多谈 但是这个谈的话呢 我们一般人的话呢 都理解的就是我们咳嗽 看得见这个谈 老年人呢 还有一种谈 这是中医的一个俗语的话呢 它不一定要看得见 但我们体会得出来 它跟鱼一样的呢 它可以阻塞在 那组织的器官之内 你想举例 那个谈 它在脑里 啊 脑子里也会有谈的吗 对 还有有些它在 我们 你想有个谈 就是说呢 它不是我们说 我们磕嗽这种谈 就是经常有阻塞的 都叫有谈 是不是这样 组织里面 有一部分这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 我讲一下呢 大家呢 就能够理解了 像有部分人 他身上 稀说他有个脂肪瘤 这个就相当于 是一个谈 结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那个谈的话呢 它也是全身 各处都有的 再一个呢 就是阴阳呢 容易耗神 我们有些人的话呢 你看的话呢 它可能叫阴阳也平衡 但是呢 它这个呢 是一个低水平状况的 年轻人它是阴阳平衡 好 但是呢 它很结实 很壮实 老年人的话呢 它不像年轻人 就是说那么结实 那么壮实 经历呢 也不像年轻人那么旺盛 刚才王教授说到呢 第一点就是说虚中夹实 老年人的体质 一定是虚的了 那么如果是虚的话 应该怎样去补身体呢 虚则补之 但是虚的话呢 我们就要辨别 因为这个虚 笼统地说虚 那这样补的话呢 你就无措实从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中医的话呢 就从阴阳气血 主要从这几个方面 有阴虚的呢 那有自焉 阳虚的呢 就温养 气虚的呢 补气 血虚的呢 补血 当然呢 如果再具体一点呢 那结果脏腑辨证 他心气虚弱 那就补心气 脾胃亏虚 健脾亦胃 胜虚 那是补胜 我想问一下呢 就是老年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痰呢 好像我们那样 真的有很多痰的 凡是痰都多 都容易有病 是什么原因呢 老年人容易体虚 而且体内容易阻塞 这些阻塞 中医称之为痰 养虚化痰 是预防老年病的关键 广告之后 专家立刻为你解答 老年朋友 应该如何调理体虚 如何化解体内的瘀痰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老年病的发生 内容精彩 不要错过 2015肯德基新菜单 八款新品震撼登场 手撕猪肉堡鲜嫩入味 拌鸡拌虾堡海入双鲜 KG凉茶多了罗汉果 还有小时 米饭 等你来尝 够新套餐送圣代哦 新多芬活氧营润 母浴雨 添加清氧食分 融合Nutri Moisture 能深层滋润 更有轻透感觉 又滑又淡 心滋润 响轻透 新多芬活氧营润 母浴雨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 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皮肤干燥 我要水力全开 全新欧雷雅 欧雷雅男士水能保湿 沽爽水盈牢 含法国高山泉水 一末 瞬间化水 皮肤极速沽爽 补水 补湿 水能保湿 沽爽水盈牢 来自欧雷雅男士 因为我们说 中医的心肝脾会肾五脏 在这个五脏里面的话 其中有两个脏腑 一个是肾 一个是脾 我们讲肾为先天之白 就是说 在某种情况 就像现在说的 与你的遗传 有很大关系 但是脾为后天之本 是什么意思呢 后天就是你出生以后 那么脾胃的脾胃功能 在某种情况下 脾胃功能有时候 跟我们西医说的 消化功能为相似的地方 脾的功能一插了以后的话 它对饮食水液的运化 差了 它容易生痰 我们终于有一句话叫 肺为除痰之气 脾为生痰之缘 你喝下去的吃下去的 它消化不了 消化不了怎么办呢 它就急起来 有的是看得见的 有的是看不见的 所以说老人的话 它就容易多痰 如果那个合意上的 平姐说的 咳得出那种痰 针对老人家不同体质的话 有没有哪些很安全的方法 可以脾胆化痰的 最好不用吃药 最好不要吃药的话 这是对的 就是说有些小毛病 不一定要吃药 还有些其他非药的办法 举例 我们尼巴 它这个打拳 它的练功 这也是一种办法之一 你像我们那个 平时的保护脾胃的功能的话 它就会减少痰的产生 再就还有你身体一壮 你身体强壮 或者摔到 你不要摔到得那么慢 那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办法 包括一些 我们自身也可以 举例说呢 我们经常要保持这个胃 保持那个腹部 要保持它的温暖 要暖 特别是在一些夏天 我们容易忽略 夏天呢 贪凉 贪凉 又吃冻野 喝冻水 等等 我想问一下 如果晚上出汗 弟弟说脾胃 大人都会出汗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出汗的话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都是属于虚 特别像老人的话呢 晚上出汗的话呢 一般呢 我在临床上见得多的话呢 就是那种早上 凌晨要亮的时候 要天亮的时候呢 往往的话呢 有些老人呢 就一阵汗 而这种情况的话呢 不仅仅是脾虚 它这种情况呢 是肾虚 肾虚呢 并且还是肾阳不足 因为早上的话呢 那一方面是阴气比较最重 第二方面呢 是阳气呢 它就逐渐逐渐上升的时候 老人的话呢 因为它肾阳不足 生不起来 生不起来 像这种情况呢 一定呢 还要找医生去看 同样是说呢 或者肾阳亏虚 但是亏虚的程度 还有没有合并瘀 还有没有合并痰 光肾阳虚的话呢 还有没有疲虚 就是中医调理 保保的神 阻挫他的阳气 早上升起身 就不会这样飙寒了 其实老人在诊病的过程当中 应该专守些什么原则呢 又或者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有些什么要点呢 就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 他这个生病的话呢 我们呢就是呢 从医生角度也考 从病人的自己那个角度 家人的角度呢 你要全面地去关心 全面地去考虑 他有的时候呢 他就那么一点点那些问题 可以容易服励 特别是家人呢 就容易服励 可能你就要反复地去询问 他哪里有些不舒服 第二个呢 就是老年人呢 我们医生的话呢 对老年人做些检查的话呢 首先呢 就是无创伤性的检查 再就是呢 前面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就是老年人的话呢 有些呢 他是由于衰老所致的 就是呢 要正确地区分呢 是衰老引起的 还是疾病引起的 我们不能呢 把衰老引起的话呢 把它当作疾病呢 就是 叫过头 另外的话呢 又不能 把疾病引起的 认为是他衰老引起的 而把它漏掉了 放过了 再就是的话呢 有些老人呢 他就是说呢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不治了 我不用去查 这句话呢 我们要呢 要综合地考虑 要进行分析 有部分情况的话呢 是通过检查的话呢 能够发现疾病 又可以治疗的 又必须治疗的 你像举例 这个人呢 大便不是很通畅 大便呢 还带有 可能黑色 你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说 他有八九十岁了 我就去补查了 有些老人说补查了 但是这个呢 还建议的话 进行检查 如果他其他的方面 心啊 肺啊 都很好 那你做个 叫动员 他做个常境检查 可能 是一个老年人的 或者是一个 肠道的肿瘤 那么呢 这个时候呢 做手术 因为他其他的 心肺啊什么 这些功能还好 那就可以 你做手术的话呢 解决 你不做手术的话呢 他可能发展呢 拉不出来大便 再就是呢 另外有一些情况呢 他说呢 我不检查了 也对 你像一个人 他有九十多岁的 他某次体检 发现呢 肺部呢 有一个小的阴影 或者有两厘米的阴影 没有任何症状 他平时的话呢 或者他心功能也不是太好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他说呢 我不想搞清楚 那也对 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容易出现退化 这个时候做体检 应该注意避免创伤性的项目 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那以下哪些陈段检查 老年人要谨慎考虑呢 A.MR B. 精疲灌动物造影 C. 前列腺穿泻 D. 抢镜 E. X光 首先一条 医生 特别怀疑定点的 就定向的 会不会是肺部呢 怀疑你这个 有疾肠肿瘤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做那个检查的话呢 那都是必要的话呢 都要做 当然呢 没有重点的怀疑 特别是 你说 哎呀 我要去提个检 我全面提检一下 把那个从头到脚 全部跟它扫光 再就是呢 有时候呢 就说 先已经扫了一遍 扫一遍呢 就是发现呢 某个地方 有那么一个小的结节 一厘米都不到 医生呢 也不是怀疑 你那是个癌症 然后呢 你又要把一些 特别是一些 有创伤的 一些武器呢 去用一遍 就后面呢 你就是呢 要进行穿刺 好 再加上呢 心肺功能呢 本身呢 又不是太好 像这种情况 那就是呢 要医生呢 帮你食堂的考虑 千万不要 我全部都要去 做一遍 嗯 我理解教授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不要过度检查 适可而止 总的就是说呢 就是听专科医生的指引 就是别人去想着 你需要做什么 那就做什么 又不要畏疾技衣 但是又不要蓝用检查 是不是 有一个问题呢 就有些人很害怕 穿刺呢 他的道理是说 会感染 会扩散 就是如果是一个肿瘤 你没搞清它 是良性恶性之前 那很多时候就要穿刺 确定它良性恶性 但有些人就担心说 本身好好的包在那里面 但是你穿刺 打开了 那么它就会扩散 那如果是恶性的 就更糟了 有没有这样的风险呢 其实 从理论上来说 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但是呢 这个风险的话呢 还是比较小 为什么比较小呢 因为医生的话呢 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 专业的医生 他都会对你这个情况 进行了认真的评估 其实检查还是医生 需要做一个慎重的考虑 而是从专业的角度 对 不过说到平行利鼻 有时老人吃药都会挺麻烦的 因为很多时候会遇到 医治头来脚反根 可能医治得这种医治 但是那种又不舒服了 怎么办呢 马上看看短片里面 这位老人家的遭遇 黄叔今年就来65岁 一直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肾功能不全等多种疾病 每次看完病 都会带很多药物回来 有对心臟好的 但又影响肾功能 有保肾的 但吃了肚子又不舒服 你真的很压高 150,上压、下压、9压 吃点降压药吧 不是,我上次吃了腰痛 不如吃保肾的药吧 不如你搞我 我上次吃完这个腰痛 有没有搞错了 我说这种药,那种不可以 吃什么 在这么矛盾的情况下 黄叔应该如何合理用药呢 其实我的心理就是 药是不怕吃 但是千万不要吃假药 对吧 药肯定会调理好自己身体 但是你不要依赖药 来调理自己 那一般医生开药 你是不是药都会吃 还是自己选择过才吃 我不会选择过的 我会很尊重 对了 我不会迟一个、两个小时 我准时准时吃药 这些是乖病人 好的 黎教练呢 黎教练是属于哪种类型 跟刚才的秋萍姐说的一样 医生开药 我会把它吃光 但自己就不加减了 不加减 那倒是 好的 那方姐呢 其实家里的老人家都会 因为老人家的话 有一些是要长期吃的 当他有新的一个病 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我就一定说 你一定要跟医生说 你现在已经在吃哪些药 他开药的时候就考虑 会不会重复 会不会一些不对的化学反应 我们前面讲过 老年人的话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有多种疾病病层 往往有很多器官 很多系统都有毛病 现在的话 医学的发达 分科的话也非常地细 各个专科都认为 我这个专科的用药也非常重要 这样子的用药就太多太多 有的人我就见过 吃了二十几种 那怎么办呢 一天吃二十几种 吃饭也吃饱了 是 一大把 一大把药 那好像白老鼠一样 对啊 而且怎么知道药和药之间 不会发生抵触或冲突 很多老年人身患几种病症 需要服用多种药物 一种情况之下 应该如何避免药物之间发生冲突 对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呢 除了病发后致联 应该如何及早预防致未病呢 广告之后 黄教授继续为你解答 内容精彩 不要错过 优优独播剧场 从北京级工厂大库 紧急调运二十三车 小叶子坛 老挝大红酸枝 金丝南木 大国子坛 酸枝木 花梨木 七大系列二百多款 两千多件高端红木家具 等您来抢 重要提示 为保护我厂全国经销商 办理商的经济利益 本次红木青仓聚会活动 仅能最后延期日 本周日5月3日晚18点 准时结束 现场验货 现货现题 甲医法石 古典花梨小股凳 三百二十元 小叶子坛 一百零八颗手饭 三百九十元 大红酸枝富贵小方凳 一千九百元 金丝南船市小方凳 九百九十九元 古典花梨木 明氏茶台五件套 六千九百元 古典花梨 一点八米大床三件套 一点九六万 古典花梨 江南知识沙发六件套 一点九九万 金丝南木圈椅 二点九万起 酸枝胡搅茶台六件套 二点九六万 古典花梨顶香柜 二点九九万 老挝大红酸枝 独白黄公椅 三点六万 酸枝万事如意八件套 三点九九万 酸枝残缘滚滚七件套 六点九万 大国子坛六和铜春十一件套 九点九九万 老挝大红酸枝 如意宝座沙发六件套 十六点六万 酸枝罗汉床三件套 二点八六万 四点九八万 十六件家具优惠套餐 仅剩一套 七点九八万 全套十六件 酸枝红木家具聚会套餐 仅剩两套 延期聚会 数量极其有限 沙发二十五款 餐桌二十一款 床二十六款 搬台十一款 拨骨架十三款 书柜十一款 罗汉床九款 茶台十八款 电视柜十九张 顶箱柜十六对 圈椅二十一对 张木香九件 五等柜 梳妆台 摇椅 海南黄花礼手串 小叶子坛梯桶 小叶子坛手串 大小凤桌 各种影灯 财神明乐佛如意等 上百种板件 北天进店 前五十名顾客 急送大红酸汁 手串一串 清仓地址 爬州大道 东路八号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 一号管西门 清仓时间 即日至本周日 五月三日晚十八点 准时结束 清仓热线 020-8307-4185 400-8251-777 看白电风 到广州新世纪白电风防治研究院 020-8630-1999 8630-1999 大家担心这个药物负作用 互相之间发生作用 它肯定会 就像我们炒菜 两种菜 你把它放到一起炒 它肯定有另外的味道出来了 所以说来对老人 特别是超高年老人的话 最好的话 到老年科 到老年科 这是中和会长啊 等于 不仅仅是中和会长 因为他老年人的话 那个老年科 他就会尽量的话 就是把你各个方面的 还有包括你的衰老引起的 都会考虑进去 但是没有条件的 看各个专科的时候 一定跟那个医生讲 我以前有什么病 我正在吃什么药 因为那个医生他就考虑 好比说我正在吃高血压的 降血压的药 那个糖尿病的他就考虑到 我这个降压药的话 这个我这个降糖的 这个糖尿病的药 和那个高血压的药 两个有没有冲突 他会考虑 我刚才听黄教授说 如果你保养得不好 老了一天吃二十几种药 都挺恐怖的 一天就是吃药饱了 当然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不用吃药 中医自味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黄叔和黄姨 怎样自味病呢 看看今天第二条短片 黄叔和黄姨今年都差不多六十了 听说老年人很容易病 于是就想办法治美病 阿姨, 你看什么 看那个治美病的方法 不用看这些东西 我教你了 每天回去马上睡觉前就打坐 打坐? 是,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可以 是吗? 是 那不就麻烦你, 我回来试一下 好, 慢慢来 谢谢 黄姨, 听人家说 睡前打坐半个小时可以自味病 于是坚持每晚打坐才睡觉 好, 叔 有了, 有空来看 是, 我正在看自味病的养生方 看了报纸, 教你吧 天天喝凸凸凸大杯 墨 kaum凡凉gregate 这么过满煮凉压的 还有完成呢 这是你需要用这个绍 plane? 是的 那我现在回去侦虔吧 рублей 是鸡生活上一整整 developing 视频น Biden 变了alu 每天都会喝几 大杯澡 000 Souza 你们借其准备新的用选 子 Medien 有些對身體有好處 其實打仗是一種提氣 調適 調適 所有你平日裡很疲勞 而且你的眼睛 看到很多東西進入腦中 你慢慢要很清晰地慢慢… 清晰內存 把牠拉出來 不要經常在腦海中 然後才打得有用 我覺得黎教練打仗一定會更專業 我不行,肚腩很大 專業就不能說 剛才七明姐說的,很有道理 因為這些不是今天發明的 是一千年以前的人 老祖宗的東西… 為何不選擇喝涼茶 不行 涼茶要分人的體質 而且喝涼茶,外面有去濕茶 也可以喝甚麼 其他甚麼涼茶 對正喝 一般是老年人都不要喝那麼多 好了,問問一下王主任 三位都是清一色選打坐的 覺得喝涼茶老人家不是那麼適合 對不對呢? 打坐的話有它一定的好處 特別是晚上睡覺 為了能夠睡個安穩的好覺的話呢 打坐功是一個選擇 對哪些人的話呢 對那些不容易入境的 比較躁動的 那麼他選擇靜養 但是呢,那個打坐的話呢 我自己試了一下 這個打坐可能要長期練習 那一般的人的話呢 可能打坐半小時 我估計打坐不下來 我自己 有些為了防止失眠 想睡覺好 那有一些老人 特別是對哪些老人呢 心率比較慢的 我們說醫生說他心動過緩那樣的人 那麼在睡覺之前呢 最好是呢 先走一走 稍微動一動 比較好 就是這種就不適合再打坐了 要動起來 動靜呢 我們中醫講呢 動靜要結合 還有針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選擇 再就是呢 前面那個我說打坐的話 哪怕是要靜下來的那些坐的話呢 不同的也不一定就是半小時 也還要遵循呢 循序漸進的原則 第二個呢 就是關於飲涼茶的問題 這個廣東呢 因為天氣比較熱 特別是以前 那個時候又沒有空調 夏天裡 怎麼解決這個熱呢 飲涼茶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現在呢 時代不一樣了 你到夏天 那家家都有空調 甚至 在家裡空調 一出門坐車 車上空調 到了單位又是空調 一天都在空調裡面 第二個呢 冰箱 古人的話 那是要皇帝才能搞一塊冰 為什麼呢 他要從冬天裡保存在那裡 搞一個冰匣子 那現代人 那個冰箱無處不在 冰凍食品無處不在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飲涼茶的話呢 就要考慮的了 特別是老人的 前面講的 皮和腎呢 他就容易虛衰 那麼更加要注意 但是是不是說絕對 就不能飲呢 那不是的 不能嘗嘗 不能呢 每天都去喝 但老人家一件事呢 就是 很多朋友都說老人家 消化功能差 或者排毒功能差 特別容易熱毒的 那如果他們遇到 熱毒的情況之下 應該怎樣去拒 這些濕毒熱毒呢 這個 驅食 驅毒 一般來說的話呢 如果要涉及到用藥的話呢 最好的話呢 就是呢 找醫生的話呢 給你看一看 特別是看看你的舌胎啦 拿拿你的賣相啊 然後呢 把你的具體問題呢 詳細地詢問以後呢 他給你呢 就是開一個辯證的處方 包括我們的飲食 當然你說熱的話呢 有時候飲食的話呢 有時候一些偏涼的 你要真正的屬於熱的 那還是可以的 其實講到這個飲食呢 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要營養均衡啦 那是不是攝取足夠的營養 也都是自味病 很重要的一個方法呢 那個營養的話呢 一方面的話呢 就是不能過頭 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能營養不良 在現今社會的話呢 容易出現營養過剩 因為呢 因為呢 現在好吃的東西太多了 當然呢 這呢 一般呢 表現在 年輕人 或者是 非老年人 非老老年人 但是對老人的話呢 特別有些超年老人的話呢 又加上他有些其他的 本身有些慢性病的話呢 或者他長期呢 脾胃功能又不好的呢 也可能存在營養不良 這個營養不良的話呢 就是呢 他做他吸收不好 再就加上呢 可有極少部分人呢 可能存在偏食 他總喜歡吃一種 結果倒是其他的 正常的一樣的 就是不夠 其實講到這個 治美病呢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即如果是治美病的話 老人家最重要是 調理哪一個氣狀 才是最關鍵的呢 那我們中醫的話呢 有兩個脏腹 就非常重要 一個就是皮 一個就是腎 那這兩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呢 我們平時呢 也可以采取一些 保養的一些措施 你像皮 那首先你飲食 那你要注意了 要吃容易消化的啦 你不要讓它不消化的啦 你雖然很喜歡吃 假如有的人他就喜歡喝酒 甚至每天喝幾餐 再就喜歡吃肥肉 並且他還說 哎呀你看誰 一百歲的他每天吃那麼多 但是每個人是不一樣的 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 那你那個飲食呢 那你就要注意的了 你要吃容易消化的 那我想問一下 您就如果遇到 脾腎兩虛的人 那如果想食補的話 或者食療的話 他應該吃些什麼呢 一個食療的話呢 就前面呢 我想想脾腔的話呢 什麼樣的最健脾的話呢 我經常開玩笑 我說呢 大米飯最健脾 北方人的話呢 麵粉最健脾 糧食 糧食 因為這些它是呢 中性 潔淨中性 人體呢就是對它最適應 再就是呢 這幾千年以來 你長期在這個地方形成的飲食習慣 它就是它適合 它就最容易養 那腎也是吃大米飯就可以養了嗎 真正的養大米飯 南方人大米飯最養人 原來最好的補品就是大米飯 難怪我們每天都要吃大米飯 吃白飯就好了 它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為什麼把它作為主食 它是自然的選擇 它為什麼不把肉選為主食 它都是因為呢 它沒有大米飯 沒有北方的就是麵粉呢 這麼容易被我們消化吸收 特別是虛的時候 我們經常有一句話叫虛捕受捕 為什麼叫虛捕受捕呢 就是它吸收不了 好,謝謝王主任 也謝謝三位嘉賓 剛才了解到老人家 如果有病痛多 要吃這麼多藥真的挺痛苦 我比較贊成的觀點就是 治美病 保養好自己 讓自己的生活質量都可以高一點 但老人家有病的時候 我們覺得要有一種健康積極的心態 同時要依靠醫生 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正確的治療 特別是吃藥的時候 千萬不要重複用藥 沒錯 好,謝謝你關注今期的 健康百分,健康生活更快 謝謝 我希望您可以做你在做自己的事 我們可以做什麼